自從2月24日宣布我們會安排包機 分批接載滯留在湖北的香港人 有罪的回來香港之後 目前的準備工作已經就緒 在我們駐武漢辦事處的同事 和香港入境處的同事的聯繫之下 目前我們確定了的人數 就是533人 在武漢市的港人 我們逐一聯絡了當中的660位 現時有440位會乘坐這個包機 而在武漢市以外的地區 我們主要集中希望透過一些比較緊急的個案 能夠第一時間接他們回來乘坐首批的包機 當中有三例人士 第一是孕婦 第二是有一些病患 需要回來接受治療或者手術 第三是一些需要回來考DSE 應界文藤士的畢業生 所以93位在10個城市都是屬於這三個類別的 我們是會分開兩天 由明天和後日 星期三星期四 每天會有兩班的專機 我們多謝國泰航空和國泰港龍全面的配合和支持 總共會有四班專機去接載這批香港人回到香港 這次的行動裡面我們有40多名的工作人員 來自入境處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衛生處 醫管局的同事 我們這一批工作人員會在明天早上乘搭第一班飛機 出發去到武漢 接著之後就在當地我們會在機場那裡跟駐武漢萬事處 和當地政府的人員和地勤人員 大家來做好相關的工作 那就會分兩批的飛機將港人接載回來的 我們也會在同日回到香港 接著之後就到星期四的時候 同樣地都會再去武漢機場 也都是分兩批的專機接載香港人回來的 製作人員 読又連藤 搭輯 暗子 批划 諾 даже items 宍